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相信赚钱和花钱这两件事一直是社会中最赤手可热的话题 人只要生活在当今这个世界里,就永远离不开这两个词 尤其是在现在的互联网社会下,人性的欲望更是被逐渐放大 随着生活的实际水平也渐渐提高 赚钱不仅义不容辞,而且人人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赚得更多赚得更快,并为他们各种的欲望去花钱买单 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一些刚刚探入佛门的修行人 开始对佛法产生很多的疑问 比如,学佛影响赚钱吗?佛教是不是排斥物质与财富? 身为学佛人的我们,又该如何花钱呢? 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疑惑呢? 这种种的误会,想来想去 还是大家对佛教的精神了解不足的缘故 其实,佛教不仅不排斥物质财富 反而提倡人们通过正当的手段去获得财富 用以滋生与行善 今天小编就通过对几部经典的解析 来和大家说说佛陀是如何教我们学习赚钱与花钱的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先来说说怎么赚钱的问题 佛子可以爱财,但必须取之有道 佛陀曾经将创造财富的手段翻成了以下三种 第一种暴力且非法 第二种暴力但合法 第三种非暴力但合法 毋庸置疑 只有第三种才是佛陀所提倡的生财之道 也就是八正道中的正命 只有由正命获得的净才 我们才能拿得开心,藏得放心,永得安心 按照佛界的业果论来说 不义之财就算是使用在了正确的地方 比如建设寺院,供养僧人之类的 死后照样还是会得到下地狱的果报 同理而言 现世的贫富也是由前世的善恶业力所感召的 不失得富贵,盗窃招贫鉴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改变现在贫鉴的生活水平 或者是保持继续富贵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努力地去不失断除偷盗 前者是有所当为的坐持 而后者是有所不为的指持 佛经中曾这么说到 世间之财五家共有 一水二火三盗贼四王难五败家子 所以世间物没有一样是永恒属于自己的 只有不失所得的福报 才是属于你自己的真正财富 不失其实并不难 也不一定要你抛金撒银 佛陀在达宝藏经中 就曾经为众生开示有足足七种不失 不用你去花费一分钱 也可以得到大福报 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七种不失 第一种不失 眼失 常以好眼视父母师长及一切人 不以恶眼看人 世人往后舍身受身 得清净眼未来成佛 得天眼佛眼 明第一大福报 第二种不失 和颜悦色师 于父母师长及一切人 不以胸眉恶色 世人往后舍身受身 得妙色相 未来成佛得金色身 世明第二大福报 第三种不失 加颜失 于父母师长及一切人 出柔轻语 无粗恶语 世人往后舍身受身 得妙变财 所出之言 人皆欢喜 信受奉行 未来成佛得四变财 世明第三大福报 第四种不失 身� 于父母师长及一切修道之人 启应礼拜 于一切人处 常怀恭敬谦逊 世人往后 舍身受身 得端正身 长大身 人见人敬身 未来成佛 如大榕树 无有能见顶者 世明第四大福报 第五种不失 心诗 虽以上述四种方法 心供养 而心不和善 不明为师 善心和善 和善恭身 世明心诗 世人往后舍身受身 得明敬心 不痴狂心 未来成佛 得一切种志心 世明心诗 第五大福报 第六种不失 床座诗 受见父母师长及一切人 未铺床座请其安坐 乃至以自己所用安乐作为 请之安坐 世人往后舍身受身 常得尊贵七宝床座 未来成佛 得师子法座 世明第六大福报 最后一种不失 王舍诗 于父母师长及一切人 请于自己所有防射之中 得行来坐卧 予以欢喜安乐 世人往后舍身受身 得自然宫殿设宅 未来成佛 予以一切时得宝莲花座 世明第七大福报 以上七师全有新作 均不损财 皆得大福报 说完了怎么赚钱 我们再来说说怎么花钱 对于怎么花钱这件事 佛陀在《增压韩经》中 曾经劝戒道 有了财富 我们就应该应用财富 做如下五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花钱使自己高兴 第二件事是花钱使父母高兴 第三件事是花钱使妻儿高兴 第四件事是花钱使同事朋友高兴 第五件事是花钱供养修行者 除了上述五件应该做的事情以外 佛陀在《善圣经》中 列环出了不善用财富的六种行为 第一种是单免于酒 第二种是折赌博 第三种是行为放荡 第四种是沉溺于歌舞娱乐 第五种是结交恶友 第六种是懈怠堕落 佛陀在《胡助者经》里也告诫了众生 如果某人想保护他的财富 这就必须戒除如下四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要戒除纵情女色的行为 欲望带动人类文明快速地向前发展 但是在这个欲望的海洋中 人也很容易迷失自己 最终沦为欲望的奴隶 在这种情况下 还想要保住自己的财富根本不可能 第二件事是要避免出现饮酒过度这样的事发生 酒精的作用可以麻痹人的神经 使人迷乱失去理性 人一旦摄入酒精过量 而失去了理性是十分可怕的 这时候是肯定保护不住他自己的财富的 第三件事是戒除赌博游戏 赌博之人财产逐日消耗 最终输得当然无存都有可能 所以当然保不住自己的财富 第四件事是戒除结交恶友 恶友就是助长你贪嗔吃五毒习气的狐朋狗友 比如酒肉朋友 独友等等 结交了这样的朋友 不就又重复了前面三种情况吗 上述这些交界的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辛苦积攒的财富 能在正当的地方发挥出正当的作用 避免财富用到弯门邪道上 消费如果带来生活质量的提升 那就是可取的 如果仅仅是为了欲望或感官上的满足 并沉溺在这种满足之中 那就是不可取的 如果说不失是在开源 那么这些交集的目的就是在帮我们节流 只有收支平衡才是过上幸福生活的法宝 另外杂阿罕经中关于财富分配 还有这么一个际语 一份自食 二份营生液 于一份密藏 以赴于贫乏 这首祭子非常重要 尽管佛陀在公元前六世纪 就已经教会人们这样做了 但这对今天来说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他教导我们应在生计之外 还有将劳动所得的一部分 用于扩大再生产 以便赚取更多的钱 同时我们必须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 以防急需之用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为了抵御未来的不确定性 储蓄是必须的 但我们也不能成为资助必较的首财奴 我们在分配财富时 应当避免两个极端 吝啬和挥霍 我们应充分利用自己的财富 为自己被别人为社会谋福利 剩下的钱则可以储蓄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看完这些相信大家都已经明白 佛法其实并不妨碍我们赚钱 因为佛法是中道法门 不提倡极端的拜金主义 但也绝不会敌视物质福祉 就像佛陀在《法剧经》中说的那样 财富毁灭了愚人 但毁不了寻求彼岸之人 佛法的终极目的是解脱 而财富并不妨碍解脱 对于财富的过分执着才会妨碍解脱 换而言之 博教排斥的不是财富 而是财富所带来的贪嗔痴 毕竟生命有牙而欲望烦恼无牙 以有牙随无牙则代义 泰格尔曾经说过 没懂得受够了 野蛮吵闹着要求更多 懂得少欲知足的人 才有能力驾驭财富 而非被财富所驾驭 若缺乏这种智慧 财富只会增加我们自己的负担 只有具足了这种智慧 财富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 但是现如今 人们总是将贪欲 对于欲望和愉悦的不懈渴求 和遵循幸福混为一谈 这事实上是不对的 因为人们对于贪欲的渴望 永远无法满足 不明白这一点就是吃 而贪欲本身 必然导致求之不得的趁与苦 贪嗔痴三毒流转五内 又必然导致轮回苦海 永无宁日 如果追求幸福等同于追求贪欲 这种认知错位将会导致我们的生活 充满追足奔波的疲惫 与求之不得的痛苦 我们只需看看繁华的城市背后 那些抑郁和焦虑之人便可得到证明 不过佛法虽然强调少欲知足 但并不能从此推导出 佛法百分之百的排斥物质财富 佛陀只是让人们不要沉溺在物语里 如今的很多心灵鸡汤 单方面强调财富会导致痛苦 但却忽略了更为直面的一点 贫穷也会导致痛苦 而且比物质带来的痛苦 更为猛烈和无法避免 佛陀在增殖部中就曾明确说过 贫穷是世间的不幸 不困于贫贱 不产于富贵 明白偏向任何一边 都是佛陀所赫斥的断见 这才是佛教所提倡的中道法门 才是真正的财富自由之路 懂得了这种平衡后 心灵健康同物质财富 就不再是敌人 而是天然的盟友 我们也能因此而获得真正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 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学佛人 应该努力赚钱 回报父母 回报社会 帮助更多人 但自己也不能执着于物质 古今成大事者 物大道者 皆是这样的人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 小银以于也 中银以于事 大银以于朝 就是这个道理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ok s